我要一个粽子 外带外带外带 要加另外包 另外包另外包 第一个多少 这是用什么米 那个长糯米还是圆糯米 长糯米 这样就好了 谢谢 今天来吃这个粽子 你好我是顺子 这是刚刚从市场买回来的粽子 我们来实验看看 吃这个粽子呢 它的血糖会上升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粽子的重量有多少 这样的重量是144克 好那这个粽子呢 我们要来秤 我们只秤它的饭就好 里面的馅料基本上就不拉来秤 一样我们要秤 80克 它有一个肉片 瘦肉 这个料其实 没有算很多 丢电真的蛮黏的 老板有讲它这个是长糯米 好 80公克 那说要吃粽子呢 基本上也是吃它的里面的饭 它是糯米 好在吃饭之前呢 一样来测一下血糖 那一样是用这个雅盆 顺感连线 吸菌员来感应一下现在的血糖是多少 感应失败 好现在血糖是134 时间是下午的1点31分 血糖134 我早上没有吃早餐 没有运动 没有吃其他的点心零食饮料 那周五我们吃这个 做这个实验呢 我也不会注射素孝胰岛素 那早上有打这个基础胰岛素 我现在就是只有基础胰岛素的作用而已 就是照我们之前的实验的方式 来这样操作 好 к én 模糊 真是满黏的 我們糖尿病也是要過冬午節嘛 對不對 平常這個粽子啊油飯多少都有可能會接觸到 我覺得這個糯米咬起來都比較硬一點 所以像吃這個就是多咀嚼幾下 細腳慢咽 我在入社會開始工作之前吃的只有一家的粽子 就是我媽自己包的粽子 我媽很會包 以前她還沒有吃素的時候 她就會包荷的粽子 裡面就是會有肉、香菇 有時候會加一些干貝、蝦米之類的 就是很好吃 其實包粽子很辛苦 你要備那個料 然後洗粽葉 然後還要炒 還要蒸 很辛苦啦 講真的 後來我媽她們改信宗教之後 就是開始吃素 那時候我媽還會做五穀粽 那時候我媽還會做五穀粽 那五穀粽也不錯吃啦 那時候我媽年紀大現在就 我們都叫她不要再包了 因為包中的真的很累 可是她有時候忍不住還是會包啦 後來長大之後 那時候我開始工作之後呢 冬午節 就會收到一些親戚做的粽子 有時候公司也會送粽子 就是你會吃到各種不同的口味的粽子 還有什麼肌臟 還有甜的 那我吃還吃去的呢 說真的還是我媽的粽子我最喜歡吃 今天是6月16號 爸是6月8號過世 又剩下我媽一個人在家 就 碰粽子彰化一下吧 好吃完 那在台灣粽子還有分南部粽北部粽 那宜蘭的粽子我就不曉得算是哪一邊的粽子 還是說就是宜蘭自己的粽子 因為你現在去買粽子 他都會有附這個粽葉 那我自己是不太喜歡用粽葉包著粽子這樣再吃 因為手味很油 所以我後來都是把它裝到這個碗裡面這樣去吃 跟很像在吃飯一樣 感覺就比較沒有像在吃粽子的那個感覺 那就我個人習慣的問題 然後後來躺到冰之後我就發現說 其實還是用碗裝會比較好 因為那個分量還是要控制一下 因為粽子好吃嘛 那如果是用粽葉的方式好像整個吃的話 一下子整顆粽子就會吃完了 那其實對這個可能對血糖來講就不是很好 所以會建議我們糖到冰油還是把這個粽子把它剝開 把它放到碗裡面 大概吃一半的重量這樣子就好 稍微有點過節的氣氛 但是我們又不會讓血糖過高 這顆是五穀粽 這個五穀粽裡面的餡料呢有什麼呢 有豆皮 雪蓮子 香菇 這個是紅棗 還有素火腿 杏鮑菇 那這邊就是五穀米去包的吧 裡面料就蠻多的 那我們要來秤80克粽 只有秤這個粽子飯的地方 有些藝人 好 80 這一碗是80克粽 兩份糖類的五穀粽 五穀粽的飯 這個剛剛是我去超市買的五穀粽 現在超市都有在賣粽子 這是五穀粽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它跟昨天的肉粽的生血糖的差別 來感應一下現在的血糖是多少 現在的血糖是121 那目前的時間是早上的10點08分 還沒有吃早餐 一般我們在吃粽子都會加一點調味醬 甜辣醬什麼之類的 那我吃這個是沒有加 就是避免有這個醬料的影響 那超市買回來之後呢 因為它是放在冰箱裡面的 所以回到家之後呢 要先把它熱一下 把它把它蒸熱一點再來吃 這個五穀粽裡面呢 它有很多種米啊 但是也看不出來有哪一些 它的食品標誌上面還是有標諾 今天是星期六 6月17號 星期六 好吃完 兩份糖類80克粽的五穀粽的飯 吃完 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兩種粽子 它們的血糖變化 首先先來看一下肉粽 肉粽是6月16號這天做的嘛 那這邊抗糖記錄的時間呢 是下午的1點32分 血糖是132 我們來看一下 超過一小時 超過一小時 也就是大概2點31分 血糖是到了231 上升了99 其實速度蠻快的 然後這個還不是最高點 看一下 最高點大概是2點47分 血糖到242 上升了110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血糖呢 都是在200多 大概到了4點03分 血糖到了233 之後呢 才開始一路的往下降下來 我們大概是到6點49分 血糖降到了133 差不多就是回到其實血糖值 那這個時間花了5小時20分鐘 這個是肉粽 就是糯米飯的餐後血糖變化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我晚餐呢 差不多是在7點半的時候吃的 然後晚餐有打一島素 素效一島素 那你可以看得到呢 打這個素效一島素之後呢 血糖就是蠻平穩的 那可能我打的劑量有點多 所以它沒有升上來 但是也是跟我們講 跟糖病友講說呢 如果我們糖到病友都沒有使用藥物 不管是口腹藥還是一島素 醫生都已經說要打一島素 要用藥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沒有規則的使用藥物呢 你就可以看到 就會像我種植的這個血糖這樣子 它就會上來的很高 所以我們糖到病友其實 還是要規則的使用藥物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五股種的血糖變化 那是6、17號這一天 我是10點14分的時候吃的 這邊記錄是這樣 血糖當時是118 然後呢到11點呢 血糖是到了198 上升了80 最高點呢是到了12點31分 血糖大概到了200 總體血糖上升的是82 然後一路的就往下降了 剛剛忘了講啊 差不多在超過一小時呢 血糖是到192 上升了74 3點15 18分血糖是到120 那這個時間呢 就是回到其實血糖值的時間呢 差不多是在五個小時左右 那我現在就到電腦上 把這兩個曲線圖把它放在一起 這樣我們在筆架上 會看得更清楚喔 好這個圖表呢是肉粽 那它使用的米是長糯米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在吃了之後呢 血糖就很快就升上來了 最高呢是上升了110 而且呢它這個處於高點的這個時間呢 有長達到1.5小時 其實是蠻久的 然後呢就一路降下來 大概花了5小時20分鐘 回到70點 所以消化一個糯米的時間呢 其實還蠻長的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五穀粽 五穀粽呢它使用的是五穀米 那裡面也有加這個糯米的成分 那你可以看得到呢 這個紫色這一條曲線呢 就是五穀粽的飯喔 那整體而言呢 它的血糖上升的幅度呢 並不像肉粽 不像這個糯米飯這麼的高 但是它血糖沖上的速度呢 其實也算快喔 那最高點呢 它這個五穀粽的這個飯呢 它最高是上升了82 然後它降下來的所花費的時間呢 居然跟肉粽 跟這個糯米飯差不多 這兩種粽子呢 它的血糖最高值呢 相差是28 28其實也不少喔 所以從這兩次的實驗呢 比較就可以知道 純的這個糯米飯 這個肉粽 它的升血糖的幅度呢 還是高於這個五穀粽的飯喔 五穀粽喔 那是不是所有人都應該去吃五穀粽呢 其實未必喔 像有慢性病的這個腎臟病的人啊 他就不太適合吃這個五穀粽 那我們特別在吃粽子的時候呢 會建議呢 一天最多就吃一顆就好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把這個一顆粽子把它拆成兩餐來吃 這樣子在攝取上來講 就不會吃那麼多的澱粉 我這次挑的粽子呢 其實還算是小顆的 我有看過那個 比這次的粽子還要大 大概一倍的左右的粽子 那個就很大顆了 如果你一次把這麼一大顆的粽子 全部吃下去的話 你可以想想對那個胰臟 對那個血糖來講 是多大的一個負擔喔 那粽子裡面的成分呢 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它的蔬菜量是非常少的 可以說幾乎是沒有 所以會建議我們腎臟病人 在吃粽子的時候呢 你要搭一些青菜 搭一些蔬菜 燙青菜什麼的都好 不要只吃這樣一顆粽子 因為吃這個蔬菜 它可以影響我們血糖的上升嘛 同時也可以增加一些飽足感 那也可以喝一些糖來增加飽足感 不會讓我們這個粽子吃過頭了 吃完粽子之後呢 你可以去運動一下 這個運動可以有助於血糖的控制 在這支影片裡面呢 都已經有做實驗了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之後呢 我會持續的拍更多有關食物生血糖 這方面的實驗的影片 那歡迎你訂閱 今天影片到這邊 謝謝你的觀看 下次再見囉 掰掰